我们要接下来继续来看下午的Power BI研习班互动式报表 在这边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拿到资料 一定要去做资料清理 我的范例放在这个地方 HTTPS冒号斜线斜线GO.GL斜线YTZRXT 请注意R跟T要大写 我现在要请各位下载这一个档案 所以我先把它的名字先换掉 首先我们要到这个网址 如何去一个网址 当然就是用浏览器 点选Chrome浏览器 然后请在网址列的地方 输入HPPPS冒号斜线斜线 GOO.GL斜线YTZRXT 请注意R跟P要大写 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要点这个20221018 然后范例下载 要麻烦请各位下载的是这一个 所以请点它 点左上角这个下载图示 它这样就下载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视窗都关掉 我刚刚下载了以后 我是不是就透过档案总管下载 然后看到这个档案 这是刚刚下载的嘛 1点35分 好 那开启它就是快速点两下 开启档案的方法 你也可以用滑鼠右键 然后执行开启 好 你现在看到 你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形 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我现在呢 我们还是要教你讲一下那个幕后 幕后做什么事 好 至少我们先透过常用转换资料 好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一进入幕后的时候 就是进入Power Query编辑器 透过常用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各位可不可以理解这个转换Transfer 像例如说早上我要请你们把桃园市 从文字类型改成数值类型 这就是一个Transfer 就是转换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栏源 这个资料原本来自你自己的硬碟 这件事是不是也是属于转换资料 因为我提供给你的档案 我当然是写在哪里 写在PAN这一台电脑 那你们当然不是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办例档案出现惊叹号之后 我们在来源 来源这边快速点两下修改 我的浏览 我的资料之方的下载 我刻意刚刚把那个收入Clean 2改成3 否则我就不会出现那个错误 出现惊叹号了 好 我现在就放在这里 可以吗 我就这边稍微做了一个改变 那个路径就不一样了 好确定 确定 所以这边是不是看到正常了 可是下面出现更多的惊叹号了 对不对 都改来源 像这个办例档案 来源快速点两下 下载 收入 好把它复制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不用每次都用浏览了 对不对 直接复制贴上就好了 确定 来源 不让我做好 先跳过 这个来源 贴上 确定 这个来源 快速点两下 反正 其实就是我这边也可以用打字的 直接把2改成3 确定 可以吗 其实你刚刚去很多地方修改 这是你可以了解 它里面有很多地方会出现一些问题 你也可以这样修改 就是说常用 这个转换资料下面的资料来源设定 直接点它 然后修改这个内容 变更来源 因为现在我都已经改掉了 对不对 好 就是透过浏览去找到这个资料夹 确定 确定 然后分闭 这是一样的做法 只是你就不用去四个地方修改了 好 那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事情是 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做资料清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本来我的栏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先请你们先看我原本的资料 原本的资料呢 原本的资料我是不是只有年 收入组类 收入次类 总平均 区域别 根子就没了 对不对 可是你这个时候你要去想说 我这个收入次类 我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它其实应该会变成我的一个一个的特征 我想要去了解那个平均每户人数 各县市的平均每户人数 与所得收入总计的一个变化关系 本来它是直的 本来它是直的 我照样可以去分析 可是你这样子的分析 到时候它就变成没办法去做所谓的 例如说相关性分析了 例如说家庭户数变成一个栏 还有这个平均每户人数一个栏 就是一个一个的特征 然后方便我们来去看栏与栏之间 特征与特征之间 有没有相关性 所以这个时候 我必须要把我的资料做一个转制 这边有一个叫做收入次类 收入次类 第一 请你一定要点下面这一个 就是Clean Title 然后接下来我要针对收入次类 把它直接从直的变成横的 好 那怎么变成横的 可是前提是你要知道说 当我们今天要做分析 我们就会创造很多个栏问 去收集很多的一个原因 我们想要知道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好所以第二 请点选收入次类 第三 请点选转换 底下的苏扭资料行 第三 转换 第四 苏扭资料行 那在这个地方 你要告诉它 我是以值来去转 再来进阶 进阶 我要做的是平均 确定 好 这叫苏扭资料行 一 严选收入 Clean Title 二 点选 点选 现在没有了 刚刚不是有一个收入次类 三 点选 转换 四 苏扭资料行 然后记得这边要改成直 第五个动作 第六就是进阶 把它用平均的方式 请按最后7 请按最后7 好 你看我们现在的资料 我们现在的资料有2021年 有2020年 有2019年 对不对 甚至到2011年 好 我现在我想要 我想要请你们先知道 重新整理这一个观念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拿到2022年的资料 假设你从经济部下载了2022年的资料 你就只要放到 刚刚你这个放资料的位置 放到这里面就好了 然后你的Power BI视觉化翻新的这个报表 就麻烦点一下重新整理 你的图就整个跟着换了 你不用每一个月 或者是每一个年 当资料改变的时候 一直在那边 一直重复的重新画这些图 好 我现在就做举这个例子给你们听 假设我这里面 没有2011到2014年的资料 那我就先把 就是我刚刚下载资料 请你先把2011 就是从这一个档案 一直选到2014 这些档案请减下 暂时先 先新增一个资料奖 叫做AAA 贴上 好 现在在AAA底下 好 那我原本这个收入 Clean 这里面 请问 已经没有了100年到103年的资料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重新整理 这边就不见了 可以吗 本来这边是有2011年到2014年 这边没有了 这卷轴 卷轴已经没有办法再往上了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再加回来 加回来很简单 就是当你先收集到新的资料 你就放到这个资料夹 好 所以我又再把刚刚的AAA的所有的资料 全选 然后剪下来 贴到这个里面 直接在这边贴上 是不是有贴了100年 101 102 103年 104 本来就有104 105 好 接下来 我在Power BI这边 我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重新整理 这边是不是又回来了 2011年的资料 好 你点他 这边资料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变动 好 没问题 请你一定要试着去玩一下 这个资料 当你有新增资料的时候 这些视觉化分析都不用重做 这件事情 这是一定要非常熟悉的 我们先把他的格式稍微调整 首先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字至少要稍微看得到吗 我们现在想要看第一名 你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去进行格式的修改 首先第一个这个叫X轴 这个叫Y轴 好 所以第一 请点这张图 第二 和是 第三 X轴 X轴里面 它又分直 直是这个小字 标题是这个大字 建议 我都是设成 这个A real break 14 直 我都是设成 A real 12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还有 其实我比较喜欢设计 台北 新竹 然后对这样新竹就有两个一样的名字 这样就不太好了 好 那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大概知道说X轴 它有直的大小设定 可以吗 那你要不要把它设出体 斜体 加底线 通通都可以 你就自己去玩 然后Y轴有标题 标题就是它的设定 那既然讲了X轴 当然就要讲Y轴 Y轴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直 这个是标题 所以Y轴的这个直 好 请一样设成A real 12 然后接下来 我喜欢这个字体 是正黑 然后标题 请改成A real break 的14 就是稍微有大小的一个区分 请问这样至少是不是看科度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了 各位我们下一次再讲X轴 Y轴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我就直接套用刚刚已经设定好了 套用的别张笔 你不要一听到我花很多时间在做格式 然后方面就用一下 接下来这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值 你的主管可能在报告 正在报告者的立场 他可能会想要念这个值 跟最下面的这一个值 然后他可能快速的算出来说 这边差别大概有到70万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值怎么样呈现出来 好 1 点到他 2 一般 对不起 2是格式 2是格式 在视觉效果 格式底下又跟 视觉效果跟一般 好 在这里 资料标签 可是 基本上 基本上 我要请你稍微知道 这个值 资料标签 你可以再打开 我们一般会希望 就是说 他的值 在做一些特殊的设定 例如说 至少 所有字型 我比较喜欢是Areal 然后改成12 可是他的呈现 我就不希望 我就不希望是什么 1.04个百万 好 如果你 希望这个 这个单位 不要呈现 他叫做显示单位为 5 再来 值 因为他没有小数位数 所以 这个 值小数位数 请改成0 好 那 你接下来 就会问一个小问题 你是不是想三位一体 希望 因为这个三位一撇 也就是我们看 其实超过100万的 只有这几个线市 对不对 好 怎么样出现三位一撇 是不在这里了 不在这边 这边 你等一下自己去设定 他在这个地方 你要 如果要让这个数值 这个栏位 都要呈现三位一撇 所以请选他 接下来 他在这边 三位一撇 然后 不要小数位数 因为这个数值的计算 收入 没有人在领 脚跟分 所以 点到他 然后请选 千分位符号 请改成 0 我接下来 我想教的是 假设他超过100万 超过100万 我就要用红色来呈现 他整合放在资料行这个位置了 资料行在哪里呢 首先选到这张图 然后 二 格式 三 就是 视觉效果底下有X轴 有Y轴 有格线 有滑感 说放滑感 有资料行 资料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 Function 是在这边了 然后 接下来呢 我想要使用的是 规则 或者是 蓝位值 那当然了 我用规则的话 我用什么规则呢 我用 一般所得收入总计 大于 的总和 总和 可以吗 就是我用这一个值了 如果这个值 大于 等于 数字 多少 一百万 一二三 一二三 和 小于 例如说 两百万好了 两百万 然后 我就给它 红色 可以吗 那 我再加一个好了 新增一个规则 如果 如果值 大于 不是百分比 是 这个 九十万 看 小于 多少数值呢 小于 九十九万 九千 九百 九十九 六个九 然后 则为 例如说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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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样设定好规则了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没有变的就是原本的颜色 好 这样你们有听懂吗 就按一下那个确定 它等一下它就会变色 来 你们一定要点的是这一个 2011 然后点 2012 2013 2014 2018 2019 2020 2021 请仔细看 蓝色 2018 2019 2010 2020 2021 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 我们现在必须要手动设定 区域别 交叉分析筛选器 的格式 里面 我会希望说 先把全选叫出来 对 全选是最多同学问的 他在这里 视觉效果 交叉分析筛选器设定 请点他 选取项目 他这里面 有选项 选项分 纵项跟横项 自己可以去玩 还蛮好玩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 选取项目 请把全选 打勾 再来 请 以躺错 进行多重选 关掉 这样你就不用 左手还要加按躺错键了 可以吗 这两个 刚好 预设 是相反的 我再讲一次 他这个位置 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要出现 交叉分析筛选器的全选 点到交叉分析筛选器 二 格式 这叫格式 三 交叉分析筛选器设定 四 选取项目的这个全选 打开 以及按扫错键进行多重选 关闭 那到时候 你就可以针对 例如我只要看六都 六都的变化 就是沟 沟 桃园市 高雄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北市 桃 桃 一二三四五 还有一个是台南市 好 我们只看最后这几年 应该他都是红色了 所以应该要看前面 好 你看2011年台南市还没有进入百万 2012 13 14 15 好 2015年台南市也进入了百万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请把这个区域区域别 例如说加框线 加个框线 怎么加框线呢 像例如说这是一张图 这也是一张图 我就希望它有一个里外的一个分界线 所以点这个区域别 格式 在一般里面 效果 这个 视觉效果框线 打开 那下一步就是复制 复制格式 给它 复制格式 给它 可以吗 接下来我想要呈现的是智慧描述 所以我稍微把这一个图稍微翻到左边一点 好 智慧描述 很简单做 就是插入智慧描述 它就做好了 那重点是我现在要讲解是内容 所以我把这个字全选放大 请问这边我需要刻意讲解 这些是怎么操作吗 不需要吧 好 首先它讲的是什么 它说台北市的一所得收入总计的总和最高 多高呢 160多万在这里 但它的讲法 它是机器讲出来的 可以理解 所以它就讲的 你不要到时候讲的像机器人 千万不能学机器人讲话 但是你要理解机器人在讲什么 知道 好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 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 是不是你要在消化 例如说当我点到2018年 关掉2017年的时候 请问这数字是不是都有跟着在做改变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我接下来 其实功能操作很简单 就是插入智慧描述 可是你要看这里面 这里面的比较重要的事情 好 它就只罗列了三件事 三件事 好 就给你参考 请你们自己来去做插入 智慧描述 其实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 这种图啊 它最适合的呈现 应该是这个叫做漏斗 对不起 这一张图 最适合的呈现方式应该是漏斗图 然后主要是要去看说 例如说在这个 这个有看到吗 就是从第一名变到第二名 它其实是那个缓和 就是这边其实变化很小 有看到吗 第二名跟第三名 是不是就开始缩小了 一此类推 这样听得懂吗 这才是我们比较合适 当今天有22个县市 你要放在一起比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看这边下降的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它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这张图你看完 你想要去画别张图 你其实试着可以用其他的来去点点看 环形图之类的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你可以试着就是选到它 然后点漏斗图 然后来去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这在看什么呢 2018年的时候 有这样子一个变化 这边 这边好像下降 然后这边是比较和缓的 就斜率比较和缓 然后2019年 一样 一样 而且好像有内 往这边凹进去 这边还是一样稍微和缓一点 中华民国六都 六都的变化其实是蛮大的 那其他县市之间的差异是缓和的 这样可以理解 你这样子来去看到这个现象 你要会去解读 好 来请你看漏斗图 这张图我就把它叫做所得收入 然后有没有各线市 有嘛 我的Y轴是不是各线市 所得收入 因为这是百分之百 有看到吗 51.9%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它的一个百分比的一个差距 它这边专有名词 就是漏斗 可以吗 所得收入漏斗图 然后前面要加各线市 好 接下来 我们画图绝对是 拿过来就是重复来去 重复来去绘制 所以直接滑鼠右键点 各线市所得收入漏斗图 复制页面 那就放在最后面了 我这一张我想要去做 假设 线市的同期比较 好 所以各线市同期比较 那显然 显然在这个地方 这张图要改成别种图来呈现 请问一下 同期比较最合适的方式 是不是用折线图 所以选它 来去点折线图 可是请记住 我们的轴 我们的轴 其实在做大数据分析 几乎我们的横轴 都是棉 都是时间单位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呈现棉好了 不是区域别 所以请把 是区域别 移走 然后搬到这边 因为这年是不是各年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年就要放全选 好 那接下来 你是不是会希望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看台北市跟高雄市的同期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一个这里面 我想到的是图例 也就是说 x轴是时间 y轴不会变 因为它就是直 可是这边有一个叫做图例 图例我就可以放限式 例如说 我把区域别 放在图例 例如 区域别关掉 我要请大家看台北市 台北市 所以就勾台北市 还有高雄市 这样比不好 这差距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跟高雄市比 跟新北市 新北市也不好比 因为台北太高了 刚刚看第二名是谁 新竹县 好 新竹县 新竹县 可以吗 那刚刚点到新竹县 新竹县 请问这样子的话 就是它是不是相对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轴 一定要从旧的时间排到新的时间 好 那怎么去做这张图的一个排序 点选这个点点点 排序轴 因为这张图要做排序 它当然会放在更多的这个地方 然后排序轴 然后这边请选 棉 我依照棉 依照棉 可是一定要旧到新 所以 点选更多排序轴 必争 所以从这边我们大概可以发现 台北市是逐年在上升 但是它也有下降 它有下降 例如说2013它就下降 所以它最大的差异会落在什么地方 会落在这一面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您觉得 您觉得就是 这叫什么 这应该是说我有两个县市之间的同期比较 也就是说他们因为两个县市的同期比较 你就会在意的就是最接近的是什么时候 差异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好 所以我们会在意的就是说 当它最接近的时候 还有差异最大的时候 作为两个县市的比较 那请教 如果我现在觉得这两条线太细了 还有有些人喜欢在那个线上面加那个三角形 就是这个点它希望凸显一点 好 可不可以做呢 当然可以 所以这我就要教你古点图 一样在格式里面修改 所以请点它 然后这个线 然后 好 你觉得古点图在哪里 是不是标记 我游标都在这边晃来晃去了 好 打开 然后请把标记 请把标记 看你要 看你喜欢什么 三角形吗 然后是要大一点 可以吗 我比较喜欢原型 我个人比较喜欢原型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吧 那如果你设完这个标记 针对折线图 你设定完了标记 就是那个点所在位置 它叫标记 如果你想把那个线 稍微设出一点 它在行 有没有稍微出一点了 它叫行里面的里处宽度 可以吗 我强调讲一下 这个英文叫做Line 就是我们天天用的那个Line Line它也有 它有什么 线的意思 对不对 这就是翻译上面 如果你喜欢看英文版 你就会 会觉得它会更贴切一点 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分析 反正就是收入与支出 高收入当然会有高支出 这就是正相关 这是我的hypothesis 那请问我是不是现在拿到这个资料 我就要来去看是不是这样子 好我一样把这张图复制 好我想要去去做收入与支出关系 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就会把我的hypothesis 我会先做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画图 画图去验证 然后再去做检定 好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边我会用文字 先把我的假设 写在这边 就是高收入会有高支出 那就是我先写这一件事 然后接下来这一张图 我就要去想 我要用散布图的方式呈现 我就直接改成散布图 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一个 就是所得收入的总和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有另外一个 就是y轴 就是支出 消费支出的总和放在y轴 对吧 我们先不管说它画出来是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有两个 两个都是数值 一个是所得收入 一个是消费支出 可以吗 好 接下来请问这一个点 你要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现实 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图例 就是放区域别 区域别 请把区域别先关掉 因为不晓得它刚刚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请把区域别放在图里 我们先看2021年 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这边应该就是台北市 它在最最右上角 好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新竹县 可以吗 也就是说 它大概 它请你画这个散步图的时候 一定要维持一个正方形 一定要维持一个正方形 因为如果你画成这样子 它感觉好像是一条水平线 千万不要用 用就是错误的解读方式 就是只有点三个地方 正步图 接下来是不是 这个X轴跟Y轴都是数值 所以一个是所得收入 一个是消费支出 好了 那这边不能随便乱放 请问是收入影响支出 还是支出影响收入 所以收入是 是变数还是因变数 是变数 可以吗 就是你的水平轴是 X是收入 你这边 我建议你就是用拖曳的方式 拖曳的方式 可以吗 好 请你们 现在就是X轴放的是收入 Y轴放的是支出 这个时候 我希望各线是用不同的颜色 对吧 我就想要把那个标记 拿掉颜色 我要呈现的是图例的颜色 所以游标选到这一张 然后格式 标记 大小 请设到 例如说20 接下来 接下来颜色 这个标记 建议重设为预设值 重设为预设值 它就去抓 各线是不同颜色 你再把这个标记设为20 然后类别标签 我想要呈现出来 就是它是哪一个线式 所以 Area 设到14 14好了 接下来我要把它设为动态 我要用讲回来这个栏位 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直 有X轴 有Y轴 然后标记 就每一个点就是一个线式 这个叫图例 下面还有一个叫做播放轴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播放轴 只有散步图有播放轴 播放轴最适合放的就是连续的数值 这里面唯一连续的数值就是棉 但是它是类别 没关系 它照样可以这样子放过去 好 请播 完全没有动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只好把这个棉 从文字 文字 改成整数 式的 然后是不是就2011 2012 2013 然后你再去看 这时候它是不是就会动了 更棒的一点是 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动的行为模式 所以你必须要台北市 点下去 它就会告诉你 它是怎么动的 就是这11年 它的动法 也就是说前面 它是缓缓的往右上前进 可是后面这几年 它就比较大幅度的往右上前进 而且假设你想要去看 另外一个件事 你可以加按控制键 跟第二个现事 可以吗 也就是说前面表现还不错 可是接下来有趋缓 桃圆市有趋缓的表现 可以吗 就是重点是要看这个行为模式 如果你觉得这样看不是很清楚 你干脆放到焦点模式 也就是放到最大 然后你再去跑 那焦点模式有一个缺点 它就不够正方形了 对不对 我接下来我想讲这件事 这动态散布头先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 因为我想要去证明说高收入会与高支出是有关系的 那这边我就先用所得收入与消费支出 还有一个叫非消费支出 那就要去了解这两个加起来 它的意义应该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去做一张 就是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散布图 所以直接布置它贴上 那这一张图请注意 这一张图请不要有播放轴 就是播放轴把它拿掉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画它的趋势线 你不能说 就麻烦你看一下 你看嘛 它的关系 然后你就说 它们是有正相关 不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一个数字呈现出来 好 首先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 把它的相关系数给求出来 先画趋势线 所以趋势线怎么画 趋势线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样搭配 好 我们来画这条趋势线 怎么画它的趋势线呢 它的工具是怎么画的 首先第一点到这张图 就是这张图是从复制贴过来的 只是我拿掉这个播放轴 第二分析 在视觉效果 第一个是栏位 第二个是格式 很复杂的迷宫格式 第三个是分析 在分析的第一项就是趋势线 对不对 它趋势线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对吧 好 所以请你先呈现趋势线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相关系数 它也功能化了 怎么做 也不用R 也不用Python来算 它直接写在Powbr里面 针对这里面 针对这里面 你不要点错位置 一定要点到这个范围 然后请选新增快速量值 首先计算 计算什么呢 在这下面 相互关联系数 它就是correlation coedition 类别 请问我这边的类别是什么 区域别是不是 好 不要选错了 不要选到上面这个 打开它 把区域别搬过来 再接下来 我的量值 x放的是收入 y轴放的是支出 所以 1 所得收入总计 放到x轴 3 消费支出 放到量值y轴 然后确定 好 请问这么复杂的内容 你觉得我交几个小时 可以把它全部让人听懂 但我想说算了 我们这里只有两天的时间 没办法讲那么多 好 所以就关掉了 可以吗 那我现在要呈现那个数字 那个结果 好 这边 我想要放在这边 所以 通通都不要点 所以 哪里你可以点呢 叫做 没有点 那就只剩下这个边边 就是边边 外面这边 好 接下来我用的是这一个 卡片工具 卡片 卡片就只能放 刚刚 就是我新增量能 算出来的 在哪里 我稍微拉宽一点 在 在这个 就这个 打工 因为现在选到这个卡片 卡片里面就只能装数值 有看到吗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各区域别 各区域别 就是各县市 各县市 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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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这边是高收入 与高支出 在这里 有正的相关性 正的相关 这个叫正相关 相关系数 0.98 好 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这边最高的 就是我现有的资料 我回家 我就希望说 看你们可不可以自己去认领 飘 飘 五个 去画 一人画五个 你随便飘 例如说 你想要画 所得收入 与什么 平均每户人数的关系 相关系数是多少 然后请写下这一句话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现象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请到国立阳明早通大学 我们需要研究人员 好 请你来去做相关系数 我们是不是可能会更加的希望说 了解 那各县市之间 它的一个 一个变化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断带图 来去看 尤其 它也是一个很棒的 同期比较 好 断带图 一 点选 我开了一张新的一页 既然是断带图 可以看到各棉的收入变化 所以我把它拉长一点 接下来我的X轴一定是时间 其实我画很多张图 它的X轴都是棉 好 所以点选这个棉 放到X轴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的Y轴一定是放值 例如说所得收入的总计放到Y轴 放到Y轴 可是你要知道 我想要比的是 我想要比的是 这一年2011年的台北市 跟2012年台北市 它的排名顺序的改变 知道吗 好 所以我的区域别就要放到图里了 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解读一下 请谁解读 当然是请 这个叫做小P 是不是 游标放在这边 插入智慧描述 看他怎么说 他只有一件事 区域别中2021组成 所得总计得总和的0.71 好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指说在2014年的时候 台北市它的一个成长 就是每一年它是不是都是维持第一的成长 可是这一年是新竹市有大幅的成长 它从153万上升到157万 台北市它是从154万 然后约就是它也是有成长 但是就是没有成长到比新竹市这么高 就是我们从视觉化来去看到的现象来去说 还有像例如说你有没有看到第二名是新竹市 那这个也很特殊哦 这个这个是新竹县 它在2017 18 还有2020年 2021年 它是不是都直接跑到第二名 这样了解就是当你今天有很多县市在做比赛的时候 你可以借由段代图快速看到它的一个成长或者是 那个退步只是在做名次上面的排列哦 收入看到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去看支出 好 首先把这张图复制 常用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因为我的这个空间不够大 所以 好 那这一张图就只要改栏位 挖一轴的值就好了 我要换成 不是所得收入 而是例如说非消费支出 你看非消费支出 是这个新竹市 就是收入越高 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观念 就是高收入会有高支出 它的相关叙述很高 那在这个地方 那个台北市 台北市相对的 它在前三名里面 在消 非消费支出 它大概排在第二第三名之多 对不对 那关掉它 我们再来看 在消费支出 它就是排在一跟二 台北市排在一跟二之间的变化 那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排在二跟一 好 那新竹县偶尔才会跑到第二名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以台北 新竹县新竹市三个都市来去做比照的话 消费支出那可能是新竹县是比较低的 这样可以了解吧 反正就是你可以直接快速的从这边 可以看出谁的那个非消费支出 例如说其次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像台北市台北市的一个所得收入是最高的 但是它的一个非消费支出不高 它甚至有时候跑到第三名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可以理解看到的图 然后要去想 要去想 这样了解吗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各位 这些今天我们所有的课程内容 也全部都放在网络上 告诉你们那个网址就好了 谢谢大家